在兰州的街头品尝紫瓜 这必须得多吃 真是来来中不能不做女汉子 甜 然后还香 水分还多 在五味的山中品尝白毛油酸奶 哇 好好吃哦 我感觉特别像吃那个酸奶奶昔的感觉 在京畅的农家品尝莲花膜 就有面的这种面香味 然后还有里面我们家的这种玫瑰花瓣 还有这种香料这种味道 远方的家大好河山汁 河西走廊 美味飘香 正在播出 思路重镇兰州有着丰富的物产 尤其盛产瓜果 西海时期兰州桃就享有盛名 经由丝绸之路传往西方 在白雪矮矮的冬季 兰州人也可以吃到鲜美的水果 您好 您这是卖的是什么呀 紫瓜嘛 紫瓜 怎么大冬天卖西瓜呀 这是紫瓜这么冬天吃的呀 天冷了 这是紫瓜 哇 这个被子好厚 那你是什么时候收的人 夏天收的瓜还是冬天收的瓜呀 这是夏天的瓜 它是八月份采的瓜嘛 它是说这是个冬天 或者猪丛 哦 那为什么 八月份没卖完吗 不是八月份没有 这个东西它就是 按了猪丛的这个时间 天冷了才能卖 天冷了才能卖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它们这都是 就是梨也是先摘下来 然后等几个月以后再吃 瓜也是 夏天的时候 天热的时候 这个瓜吃起来没啥味道 这个天冷的时候 它就吃上紫壳啊 润肺啊这些 化碳这样 这好神奇呀 兰州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功效 就是紫壳润肺 可能真的是因为 这比较干燥是吧 这位紫瓜摊主告诉记者 兰州紫瓜是西瓜的一个变种 所以它的外表看上去与西瓜相似 只是比西瓜表皮色泽略浅 在兰州周边的汉沙地里都有种植 不卖的就不卖 要卖的人都是整袋子卖的 放在家里慢慢去吃起来 整袋子卖是 一袋子多少个 一袋子就是个白石斤嘛 一百来斤左右 一百来斤的瓜 冬天买一百来斤的瓜 拉回家去储存 那你给我挑一个熟的 紫瓜都吃 怎么就这样一扣就扣就行了 紫瓜是砸着吃的 不用刀切啊 砸着吃的就好 哎呦 真的 咋还吃的 没想到 摊主竟然直接用手 将紫瓜在地上砸开 啊 这没熟 这熟着呢 它黄然的 你看 这瓜就是黄然的啊 就算熟了 你这时候熟着 你瓜上就跟西瓜一样杀 那就斗然了 那那天它长着一个西瓜的样子 其实里面是一个黄然的 是吗 你挖起来直接挖着一个大西瓜 这样 这样吗 怎么样 我能说实话吗 老板 我能 不甜 扎的是这个是老瓶朵 就是以前最走的瓜 现在人家就是这个培设 这个新瓶朵就是甜的 等味道甜 是吗 你不相信我扎这个 好好好 老板显然有一点不服气 说他家的瓜不甜 他不乐意了 仔细看一下车里的紫瓜 我们发现 其中一种外皮颜色更深 更接近西瓜 外形也更圆一些 汉主说 这就是这两年培育的新品种 小紫沙嚷的紫瓜 口感更甜 相对前一种老兰州人喜欢的 口感清淡的大紫紫瓜 新品种更受年轻人的喜爱 你看这个酒品那个好 它是这个紫小你看 对对对 这小瓶种的 哇好冰啊 是不是这个甜一点 真的真的 这个瓜好吃 这个甜 然后还香 水分还多 就特别像吃冻梨的感觉 它是热心的 也是热心的 为什么我在这儿 遇到的水果都是热心的 然后吃起来还真是冰凉 紫瓜口感清淡 作为兰州冬季瓜果市场上的主角 看起来虽然很普通 但却有着悠久的历史 它原产自非洲西南部 卡拉哈迪沙梅中 唐代时经丝绸之路 传入中国西北地区 属低堂瓜类 因为兰州人吃紫瓜 都用拳头直接打开 所以也叫打瓜 摊主告诉我们 最地道的兰州吃法 是用紫瓜嚷洗手 然后用手抓着吃 就这么 看就这么 歪一点 歪一点 把手洗得挺重 还先洗手啊 它就像这么的 兰州的特色 它就像这么的 就这么的 它像兰州的特色 大哥都这样了 我也得尝试一下 来 你可以尝试一下 你尝试一下 哎呦 还有这些 冬上吃 这必须得蹲着 真是来兰州 不能不做女汉子 洗着手 来 先洗洗手 真是太奇怪了 以前人家哪有见过 拿瓜然洗手的 那得多高的糖分 多年 这要洗着手这么外面吃 这是现在兰州吃的 反正脏也是吃到我自己肚子里的 没什么 兰州吃的就这么的 你尝尝这样吃才有 哎呦 冰死我了 我们这一天洗了 才就吃不奇怪的味道 好 才是这么的 摊主介绍说 紫瓜的鹤变速度极快 打开超过半小时就容易变味 所以兰州人吃紫瓜 一般都不用铁制餐具 而是就像这样 用两根手指挖着吃 这样变味慢一些 这么豪迈的吃法 也符合兰州人豪放的性格 如果冬季来兰州 和吃冬梨一样 吃紫瓜绝对也是一项 不容错过的体验 对 你看看这磕开了以后 里面的壮盘就是白白的 因为它是特别新鲜的 里面水分还很充足 所以就油漆的白 我想尝一下这个中间的水 你快点 看这磕 可以 快点 没事 可以 这个 是不是吃得特舒服 真奇怪啊 嘴冻僵了 但是吃进去了以后 就整个从嗓子眼 一直到肺都特别的舒服 这种大板瓜子 被语为兰州大片 以片大 皮薄 板瓶 肉厚等特点而著称 在海内外享有剩余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维生素B和维生素D等营养物质 兰州种植的紫瓜 主要就以取紫为主 为了接下来几天的拍摄 可以润肥趋早 我们也买了两个紫瓜 带着上路 为了更好地享用紫瓜 兰州人还研发了紫瓜眼 刘仁斌是甘肃烹饮名师 不善言谈的他 做起菜来动作麻利 技术先熟 他告诉记者 正在做的是他研发的八宝紫瓜中 这八宝都是一些我们认识的 枸杞 百合 红枣 红豆 核桃 银耳 核桃干 这是什么杏干吗 国普 国普 这也都是咱们甘肃合产 将红枣去核切片 银耳切片后 带水烧开就可以下锅了 依次倒入百合 红枣 核桃等辅料熬制约五分钟 出锅待用 再用加入白砂糖的开水 将银耳煮熟待用 然后把片好的紫瓜嚷 和刚才所有煮过的辅料一起入锅 再次加入白糖 并倒入适量玫瑰露进行熬制 这期间需要不停搅拌 这道菜看似简单 但需要格外注意火候 因为紫瓜鲜嫩 如果烹煮过凉 就会失去原本带有柔韧性的口感 大约熬制七八分钟 熬出紫瓜特有的香味后 就可以出锅装入紫瓜中了 之后 刘仁兵又精心烹制了 泡椒紫瓜条 紫瓜小米粥等 以紫瓜为主料的菜肴 这一桌子 其实不难认出是紫瓜做的菜 因为它们都有非常漂亮的 这种嫩黄色 我有这个味道不错 这个菜您腌制过吗 加工过吗 这个是经过加工的 就是咱们的野山椒 就是泡椒味 这个菜太好吃了 特别的开胃 就是它吃起来那个口感 有一点像那个四川的泡菜 但它不像泡菜那么脆 它还是很绵软的 非常的柔 但是那个辣劲还是够 吃过了干边泡椒的紫瓜 如果不太能吃辣 这颜色搭配看起来 就让人充满食欲的八宝紫瓜中 正好可以解辣 这一碗汤 说实话 如果不是我自己亲身在兰州 哪里会想象出来 这个是在大西北喝到汤呢 可以说这碗汤 其实也是浓缩了 这次我来兰州的印象 就发现这片土地 虽然它是地处西北 但是真的是 好像土地里面长的都是宝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适合于 当地人在这里生活的 似乎就是上天给他们准备好的 尽管气候干燥 但是地里面长的东西 全都是能够滋养人的 这长城脚下 看似不起眼的紫瓜 只可喝 嚷可吃 皮可入药 子可卖钱 真可谓浑身是宝 我们沿着丝绸之路向西行进 从兰州市来到了白银市 黄河从城市中穿流而过 这里留存着丝绿的古渡口 还有一片因黄河而形成的地质奇观石林 真漂亮 看这边 视野特别开阔 这看到的应该是黄河 左手边看到的那一片就是石林 好看 好看 太美了 黄河石林位于景泰县 面积约十平方公里 呼啸的大风仿佛正在雕塑着山风的棱角 使石林看上去粗犯而刚毅 与它脚下九居黄河和千亩浓庄 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沿着盘山岛进入石林内部 两边的山峰微额挺立 换一个角度再看这些石柱和风丛 它们显得更加高大 进到这个石林里面来 我觉得真的是很壮观 而且这里面比刚才我们在山上那个位置 风要小了很多 但是这里边进来之后真的是不见阳光 感觉特别阴的一个地方一样 首先看能靠点一个就是 有一个天外来客 这块石头好像不知道从哪来的 就是是两边的这个比较高的这种柱子 中间架起来了一块石头 它本来是两边掉下来的这块石头 架到中间给人感觉到以后 它不是这上的东西 从外边落进来的 陪同我们的画家苏云来特意大礼服画作 这是他以这处景观为圆形创作的 哦 是的 是的 这块石头就是您说的天外来时 那么它因为作为国画来讲 它不能像照相机那样 如果画成照相机一样东西 它就没有意思了 所以它要必须加进去 自己的另外的创作元素 就是说画着这个东西 要在于似于不似之间 这幅画是您什么时候在这里画的 这幅画十几年了 那时候它这个地方好像是没有什么人 主要开放后面有什么水鸟 鸟 鸭子 还有老鹰 有时候在这儿飞一飞 那像这种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胡达哥 这个就是石林的形成原因其中之一 地质崩塌 崩塌形成 它其实是旁边的比较高的山体 有一块石头经过地质崩塌的时候 掉下来以后正好架在中间 卡在那个中间了 与我们拍摄过的其他石林相比 黄河石林形成的时间比较晚 距今只有两百多万年 这里原本是优深的黄河孤岛 河床逐渐下降 显露出一个完整的岩石体 在地壳的挤压和抬升过程中 岩石体逐渐割裂分离 形成风丛和风林 除了地质原因 风雨侵蚀也是塑造黄河石林的重要因素 现在我们看见比如像这种有洞穴的这个 它主要是风势 空的这种小洞 或过这个山体的小洞 都是风势作用 像你看下面的这个 到这儿来 有细纹的这种 就您说这种横条纹似的 就边上的这些 这个雨水形成洪水以后 就这些横条纹 这都是雨水冲上来的 它这里面都是夹的这种小石头一样 然后中间的这些填充物就全都是泥土吗 泥土 那像这样的一种结构它结实吗 相对来说不是很结实 因为它毕竟是这种沙里 你看像那边裂西盛开的那个 可能就是在瑞障纹缩 或者这种外力的引导下会拽落下来 可能就会脱落了 吴德宾告诉记者 因为沙里岩比较松散 所以黄河石林形成的快 消失的也比较快 是一个年轻的地貌 但与其他类型石林相比 黄河石林的寿命比较短 这也正是它稀有而珍贵所在 最底下这个 这个地面其实它自然形成 这边都是一个斜角切进去的 这种我觉得会对上面来说 就没有这个支撑力了 对啊 像石林以后的这个发展阶段 会造成一种毁灭性的一种 像这个雨水冲湿 它根基不稳了 根基不稳 它上面的不会就会不断地向下倒下来了 倒下来了 那像这片石林 它最早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它还会有多长时间的寿命 黄河石林是据专家考证是形成210万年 它大概就是如果说按照它的发展演变过程来说 现在是比较是强盛阶段 就是这个石林是应该是中年 现在 按照我们人的成长年龄它是个中年 那这个中年的意思是说它还比较坚固比较稳定的一种状态 黄河石林罕见而稀有 2004年被批准建立国家地理公园 面积有50平方公里 其中古石林群占地10平方公里 那如果是要到黄河石林这边来的话 几月份到几月份这个游客会比较多一些 每年是4月份到10月份 7个月的时间 门票多少钱 门票40块钱 40块钱 黄河石林风景区每年的旅游接待量能达到70多万人次 摄制组拍摄时正值寒冷的冬季 还能看到灵性的游客在石林里拍照游览 您是本地人吗 我是本地人 那一般是哪个地方的人会到这儿来玩的多一些 还是我们甘肃这一堆的人比较多一些 省内的多一些 这就是那些 方圣荣开出租车有10年了 每年都要拉乘客来石林游玩 这次的乘客是从云南过来的一家人 从景泰县城约出租车到这儿来大概是多少钱 大约就是200元左右 是一天往返的车程吗 那从那边过来的路程得多少时间 从景泰过来 大约是个休暑过去 游到时 如今黄河石林已经成为重名的风景旅游区 而在40年前 他还深藏在西北的群山中 不为人知 苏云来曾先后四次翻越天梯 站道进入龙湾村 都没能发现近在咫尺的石林 一直到了第五次来的时候 就有一个特殊情况 1979年的冬天 我们随着剧团来演了一出口装戏 演完戏以后第二天正好赶上一场雪 山上路都不好走 最后我们要挽回 往山城返回的时候 就只有他们生产大队 托拉西拉对我们的道具和布局 包括我们的演员 就从沿着黄河边 就我们今天来的这条路进来 苏老先生当时走的 正是我们脚架这条路 这个峡谷叫印马沟 两边全是100多米高的石柱石寸 即便现在我们看来都十分壮观 而当时的苏云来 更是被深深地震撼了 一直就抬头地看着左右的变化 从沟口黄河边开始 一直到沟里边出去 这只计划过程大概是将近10里路的样子 下路决心 这个地方我不止是一次来 从那时开始到现在 苏云来走遍了黄河石林的沟沟茶茶 用画笔记录下他所看到的一切 如今这片地质奇观已经广为人质 每年有70万游客来这里参观 当地人的生活也因这片石林而改变 在无味的山中品尝白毛牛酸奶 好好吃 我感觉特别像吃那个酸奶奶昔的感觉 远方的家大好河山汁 河溪走廊 美味飘香 正在播出 我们沿着丝绸之路继续西行 从白银市来到五威市 五威古称两周 汉武帝为了彰显武功勋威 将它改名为五威 五威自古以出产马匹而闻名 有着两周大马横行天下的美誉 这座城市的标志就是著名的马踏飞燕 这村塑像的原型就出土于五威的雷台汉木 我们看到马的脚底下踩着这只飞鸟 哪有飞鸟 这个下面要给我们飞把飞雪 取下看一下 对对 看 这个就是一个燕子的形状 是一个燕子的形状 而且感觉它虽然马踩的是燕子 但是这个燕子并不是一个静态的 而这个燕子它还是在动 马踏飞燕造型优美 驱干壮实而四肢修长 三足腾空 一足踏飞燕 飞驰向前 形成一种极富感染力的腾飞之势 完全符合力学平衡原理 充分表现了古代的艺术家 丰富的想象力和精湛的铸造技艺 那为什么会在脚底下设计着一个燕子呢 其实它还是形容了一个马的速度 就说这个汉代的这个无名式工匠 它的这个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 那么按照我们常规在形容这个速度的时候 或者给它装两个翅膀 或者是撑脱一些云彩 但是这个作者呢 您看到它是在马在飞跑当中的 它的优厚体呢 轻轻地蹭在了一只飞鸟的背上 而且那飞鸟呢 还在回头在张望 这样一来呢 就把这匹马的那种风驰电车的神速呢 体现得淋漓尽致 1971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 将这匹铜奔马命名为马踏飞燕 1983年10月 马踏飞燕被国家旅游局 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 我们随着陈爱民进入了出土 马踏飞燕的擂台汉墓 在墓穴的后世当中 我们终于看到了用1比1的比例 复制成的马踏飞燕的模型 这组同车马一战方队 共有马39匹 车14辆 各种人物45位 整个方队均荣整齐 威武雄壮 马踏飞燕位于方阵的最前沿 那像这样的马的话 它属于什么品种啊 汉血宝马的品种 这是传说当中的汉血宝马 这是汉血宝马 是出自武威这个地方吗 没有没有 它这个汉血宝马的原产地呢 就是在古代汉代的大湾国 也像大渊国 那个字是一个多因子 大渊国位于今天的中亚地区 历史上 丝绸之路的生猫往来 茶马互逝 都与马匹密不可分 在武威的天主县 有著名的岔口义马 他们以耐力强 擅长走对侧步而闻名 我们在牧场上见到了他们 你看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马呀 因为他们现在没有拴绳 所以我们可能尽量地要轻一点 不要把他们吓跑 但是我现在第一直观的感觉 原来是这个马比平时我见的马要矮好多 这些都是木马 鲁马 我们还能再近一点吗 可以吧 岔口义马的体型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高大 米村国说 纯种的岔口义马 身高只在1.3至1.4米之间 其特征是胸部宽大 即被平直 耳朵金属 提大腿粗 四肢有力 长相差口义马 头小 耳朵长 眼睛大 前身高 前身高 前身普大 后身小 后身小 这样的一匹马 其实就是它的品种会好一些 对对对 那现在我们您签的这匹马的话 在整个岔口义马当中 算品种好的吗 这个是品种最好的吗 最好的 挑选一匹好的岔口义马 首先要看副本和母本的血统 是否是岔口义两马的后代 行话叫做看根口 根口好 即血统纯正 其次再挑选外形和毛色 岔口义马 颜色就站着就是青马的绿珠 什么绿珠 这种颜色 像这种颜色 我们来说就是青颜色 青颜色 对青色 青色 对一般你看我们看到 褐色或白色 纯白色和黑色比较多 像这样的话是那种毛 有渐变的这种混合色 对对对 所以你们叫青色 青色 那这样的马是岔口义马 最传统的一个颜色 青颜色 岔口义马的颜色站得多 岔口义马肌肉发达 体质坚硬 能适应恶劣的环境 耐劳持久 抗兵力强 他们最为神奇之处 是生下来就会走对侧步 是天生的走马 他们现在其实就是已经是在这种比赛的状态当中的那种步伐了 对对对 这是走马 你看 对侧步就非常在 画面里很清晰 其实你看啊 就是跟运动员一样 有跑步的 也有静走的 它这个就感觉像静走一样 对对对 大大大大 两边一顺一顺的 这就叫对侧步 这个就叫对侧步 像这种也真的就是天生 从生下来就会的 从生下来它就会走这种步伐 这也是我们这边这个 刹口一马的一个特色 刹口一马从生下来就会走对侧步 俗称胎里带 这种遗传性是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悬育逐渐形成的 刹口一马一般从两岁左右开始选拔调教 六七岁时体力达到最佳状态 一匹好的刹口一马 具有速度快步伐稳 适于长途骑程 而又轻快舒适的特性 大哥 我看刚才其实是走马的比赛 但是大哥您自己也气喘吁吁的 这个很累吗 很累 很累 因为它给它给借 不然它不做 那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 也是人骑在上面进行比赛的 刚才这匹马 其实我们看的时候 它这个步伐很矫健 非常的稳 这个当时它的表现 以您的评价来说怎么样 很好 很好 它不乱 不乱 那您能不能够介绍一下 怎么样就是它跑得好的 又稳又快就是 又稳又快 这一下不乱 调教好的刹口一马 与棋手不仅是人畜关系 也是一种配合默契 感情融洽的朋友关系 棋手吆喝得高低急缓 它等加腿的力量幅度 乃至每一个细微的声音和动作 都会影响马的姿势和速度 如果它不听话的时候 您有什么办法让它听话 有时候就不骑它 让它 心的肉快下来 慢慢地让它骑它 就是不骑它了 不骑它了 有的时候多骑它 其实这就是说 如果你要是没表现好 然后我就多骑一几圈 你就累 如果你要表现好 你就骑一圈就完了 是吧 米村国说 养马 悬马 驯马 是他们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 赛马遍及全线各地 尤其是在农闲时节 赛马比赛会连续不断 在附近的牧场上 我们攀设到一场赛马比赛 骑手们手握缰绳 在各自的跑道上各就各位 裁判一声令下 赛马撒开四体 风驰电车般飞奔而去 现在的话就是刚才第一组 已经跑完了 第一圈是吧 第一轮 那后面这些这个差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 它是走马 它跑了 它跑了 它就是零分 零分 零分啊 这就不算分数了 没有分嘛 走马与跑马不同 跑马不讲步伐 羊体奔驰 以快去胜 而走马的步态要求行尽有率 四体不能同时躺空 骑手要姿态优美 人马配合默契 若赛马踏错步伐或者跑步 则为犯规不能得分 21分 小黑球 21分 12分 同名4 同名4 18分 18分 3分 15分 15分 米存国这次只带来了一匹马 参加的是小马组的比赛 因为是第一次参赛 他对这匹小马的表现还算比较满意 我看您这个这匹马也在这个中级组织的 是吧 对对对 现在您觉得它跑得怎么样 总说要跑得平稳 总说要跑得漂亮好看 你觉得今天它发挥怎么样 发挥还是挺出力的 挺出力的 对对对 刚才大哥说它跑的这个马 看起来这次还不错是吧 确实 那样的成绩应该也记上了 这次的话 这次的话应该是第二名 第二名 在比赛间隙 我们的记者也骑上马 体验岔口一马平稳的步伐 这个手都有点冻僵 那我骑这个的话 因为我原来没有骑过马 骑这个走马的话有什么要点没有 有 对好马脚子 对好马脚子 然后呢 腿加紧 腿加紧 往前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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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是吧 然后呢 骑稳了 这些赛马虽然都经过严格的训练 但是在生人面前 依然也性难训 安全起见 马主人始终没有放开缰绳 而是牵着马带记者跑了几圈 哇 这是我第一次骑这个 老板小心点 骑这个走马 但是 虽然原来我在草原上骑过马就很癫 我从来没有说自己跑过 今天骑这个马让我感觉是 它的步伐很稳健 你就感觉是 躲在一个人的背上一样 你一步一步往前走 如果你没有上过这个马位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走马有多么的稳健 除了岔口一马 天柱县还有一样珍稀的动物 白毛牛 它们是世界上唯一一种 毛色雪白的毛牛 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天柱的许多牧民也会饲养白毛牛 我们跟着牧民谢长龙上山 寻找白毛牛 谢大叔 你在喊什么呀 喊牛 喊牛啊 喊喊它就会跑过来吗 那我喊有没有用 真的吗 真的 有一头有一头在那 你看就在那个山间上 那如果我叫 它会不会因为声音不一样 就不敢出来了 就是这样不敢出来了 妈 那我小声一点 让它们赶紧跑下来 这些白毛牛虽然是牧民放羊的 但是它们很谨慎 如果见到陌生人 会躲在山顶上不敢下来 谢长龙告诉我们 白毛牛在秋季最为好看 那时它们的毛发浓密而细长 每年五月份 牧民会给牧牛剪毛 我们拍摄时 牧牛刚刚剪过毛发 身上光秃秃的 你看那头白毛牛 特别的白 虽然现在它已经把毛都给剃掉了 但是我还是能够看得出 它通体雪白的那个颜色 自古以来 天中牧民就有饲养白毛牛的传统 白毛牛极为吃苦耐劳 可以在海拔3000米以上 气温零下30多摄氏度的冰山雪原 负重200多斤 连续跋涉一个月 因而被誉为雪域之粥 还有小牛犊 我这样进去 它们不会害怕吧 你不会吧 没事啊 你靠这边出来 我靠这边 那小牛犊真小啊 这是特意把它们拉过来吃奶吗 真的 你看我轻轻地走过来 但是它还是有点害怕在躲闪 马上妈妈就把这个牛宝宝给挡起来了 牛篮里圈养的都是小毛牛 它们吃奶会吃到一岁半 每天谢长龙把母牛赶下山后 就把小毛牛依次放出来 让它们先吃一会儿奶 然后把小牛顺到一边 才会给母牛挤奶 谢长龙说 小毛牛的身体还很削弱 所以依次吃奶不能太多 否则容易拉肚子 希腊说 你为什么要把他这个腿给绑起来呀 这不绑子里才提起你们 哦 要提人 哎呀 这是要小心一点 因为我们一过来 身旁这头牛就比较紧张了 其实 我们设置组的成员 都没有给牛挤奶的经验 所以大家既紧张又兴奋 你看现在就要开始挤 这头白毛牛的这个奶了 所以小牛犊刚才被放出来的时候 感觉好像特别饿 就跑出来了 然后现在就开始在做奶 谢大叔也在慢慢找机会 然后把这个牛腿给拴上 好有时机来挤奶 就不会挤 其实只能挤出来 我好兴奋啊 这是我第一次挤牛奶 这么顺利 而且就不像我想象的 就是可能在我挤的时候 牛会很焦躁 然后或者是它不焦躁 我挤的时候就都喷了 到处都是 谢长龙告诉我们 白毛牛饲养五年左右 体重可以达到三百多斤 当时的售价大概为五千元 白毛牛的毛发更是珍贵 绒和毛可以加工成衣服和被子 轻便柔软 而且极为保暖 挤完的两桶奶大约有二十斤 把它们拿到屋里加热 接下来就是打酥油 稍活用的正是牦牛粪 那是必须得把酥油打出来之后 才能做酸奶吗 对 原来是这样 所以加热一会儿 这个油就充分地跟奶 它融解在一块了 然后待会儿分离的时候 就彻底一点 家里这台打酥油机已经用了二十多年 每次看着酥油一滴滴流淌出来 甲桂花心满意足 哇 这酥油流出来了 你看这边都是新鲜的 现在我能不能弄一点尝尝 可以啊 你看 像炼乳一样 哇 好香啊 就是感觉好像压缩牛奶一样 特别特别浓 而且现在它可能就是不是像我们想象 应该是热的 那就刚刚好是常温的样子 然后吃到嘴里面 马上就满嘴都是奶香 我现在说话我还能感觉到那个奶香 这门酥油有将近五斤重 一斤酥油在当时可以卖一百元 酥油的保持期很长 放到冰箱里储存一年也不成问题 打完酥油后 把牦牛奶继续拿到火上加热 之后加控成酸奶 这就是一家人每天的生活 凌晨四点多起床上山赶牦牛 打完酥油才能喘口气 十点才吃上早饭 这是您的儿媳妇 现在怀宝宝了 什么时候就要生了 再过一星期 真的啊 再过一星期就要生宝宝了 就是 这段时间在家里是不是就都干一点清活 那马上要生宝宝了 你紧不紧张 饭后大家会吃一碗牦牛酸奶消食 家人告诉我们 最地道的吃法 是在牦牛酸奶中加一些白砂糖 然后顺时针不断搅拌 让酸奶与砂糖充分融合 这样吃起来口感最佳 哇 好好吃哦 我感觉特别像吃那个酸奶奶昔的感觉 就有点像冰激凌 因为这个也是放在冰箱里的吧 没有 没有 就直接放在外面 但是现在吃起来有点凉 因为外面的温度其实挺低的 而且我刚刚嚼起来 这个砂糖还没化 然后就是两种口感 一种是很绵的那个酸奶的口感 一种是那个砂糖的一粒一粒的口感 那现在是不是你最爱吃的时候 就是 是天天都想吃点酸的吗 所以是不是也特意家里面 也多留了一点 谢谢 吃牦牛酸奶还有一个秘诀 吃完酸奶后的一个小时 不能大量饮水 也不能吃西瓜 以免肠胃不适 带着这份温暖和情意 我们再次上路 在经常的农家品尝莲花膜 又有面的这种面香味 然后还有里面我们家的这种玫瑰花瓣 还有这种香料这种味道 我们沿着丝绸之路继续西行 从武威市来到金昌市 从西汉开始 这座城市就是河西走廊上的重镇 在拍摄中 金昌莲花膜让我面向深刻 它独特的制作过程和味道 成为我们难忘的丝绸之路 香豆 有一股那种清香味 但是如果不说清豆的话 香豆的话 我根本就闻不出来是香豆吧 这个应该是玫瑰花是吧 玫瑰花 那这些呢 颜色好鲜艳啊 这些就是芝麻 芝麻 然后 这是什么 姜黄 姜黄 那现在我们第一步需要干什么呀 揉面 揉面 这个面是这个吗 做莲花膜的主料是白面 需要提前两天进行发面 莲花膜的一个特点就是大 女主人说 这将近半袋面粉的原料 只够做一个莲花膜膜 这是主要是做上哪一步 莲花膜膜的底 它的底盘是吧 做莲花膜膜 首先要用面擀出一个底子 抹上胡麻油 撒上姜黄 红须 香豆子 玫瑰花等七八种配料 然后在面饼的边上 捏出花板 你看 这边是我掐的 这边是大姐她们掐的 就觉得我的明显是比她们大了一号 而且手法和技巧上就明显不娴熟 但是我觉得并不冥香美观 是不是 还可以吧 可以 这个巨型的莲花花盘做好之后 用同样的方法制作面饼 一层花板就是一层面饼 每层面饼所用的配料有所差别 因此口味和颜色也有所不同 这个就是香豆 香豆粉 哇 你看刚刚铺了两层 然后就觉得这颜色已经非常的丰富了 红红绿绿黄黄的是吧 看起来都特别有食欲 再撒一清汤 这个手法我看跟刚才又不一样了 这个是捏包子似的 是吧 跟包子上面那个小啾一样 一个一个一个 你看这边特别的好看 就是这个其实是不是就有点像莲花一样了 那个底座是吧 将面饼擀平之后 要用剪刀将面饼的边缘 剪成均匀的细条 为什么要这么剪啊 这么剪上 把它这么再不上 这么再不上 哦 其实你看把这个翻过来以后 就是一个个小花瓣了 是吧 可以啊 就那么剪 怪不得叫莲花磨磨呢 这就是莲花的一半一半的这种花朵 用剪刀剪面并不容易 要有技巧和经验 我这边我来 因为面饼很粘很软 要用恰到好处的力道才能剪断 这是在干什么呀 把它这么拨着 转过来 转过来 哦 你看慢点 您再来 就是你看现在我们是这样一个个竖着的 是吧 现在要拿这个锥子给它翻过来 然后呢 再给它挑开了 哦 毛吕方说 做莲花磨磨属于慢工出细活 不仅需要耐心 也需要大家分工合作 过去在永昌县 只要上了点年纪的妇女 几乎人人会做 家家必做 你看啊 我们刚刚可能 刚拨开四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大小 就已经能看出花磨的感觉了 这真的还挺神奇的 刚开始可能还看不出来 这个大姐们做的每一步都是什么意思 但是放在这的时候就很明显 就能看出这种整个一个花盘了 是吧 一个莲花磨磨 至少要制作五层花磨 多时可以做到七层 在花磨的最上面还有改层面皮 也要精心雕刻上图案 应该特别有意思 虽然我们做完 但现在又拿了一块 一个刚当布 当盖一样的这个面 这个作用就是说 因为这个一会儿 我们要放到这个锅里面去蒸 是吧 蒸的时候会有蒸馏水 然后呢 就会容易把它弄塌了 现在把它用来吸蒸馏水用的 是吧 这个吃掉 这就好看 那现在盖上不会粘住吗 不粘 不粘啊 弄上油粘的 你看这还有油 所以就不会粘 是吧 这样大的磨磨 需要放到特大好的蒸馏里来蒸 这种蒸馏的直径将近一米 在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蒸制之后 莲花磨磨终于出锅了 你看啊 这个刚出锅的莲花磨磨呢 特别的漂亮 刚才我们在制作过程中 其实还是挺复杂的 一个一个的这儿捏 你看现在 整个整体看上去以后吧 它特别像一个 一半一半的莲花 而且是非常的大 而且你看 底下的颜色 虽然没有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颜料这么的鲜艳 但是可以看出来 因为有香味的存在 让我觉得特别的有食欲 用刀把莲花磨磨切成块 就可以吃了 它的特点是松软香甜 色泽艳丽 造型美观 图案精致 可谓色香味俱全 别看啊 它只是一个面质的这种 一个跟面包一样的东西 但是它吃起来 又有面的这种面香味 然后还有里边 我们夹杂这种玫瑰花瓣 还有这种调和 这种香料这种味道 所以是非常的淡淡的清香 还和这种植物的清香 夹杂起来 我觉得特别的爽口 我第一次觉得 甜味是爽口的这种香味 所以真的好吃 经常人逢年过节 就会制作莲花磨 通常一家人可以吃一个月 花磨在思路沿线的 许多地方都可以见到 由于方便储存和携带 花磨跟随人们的脚步 走向了更远的地方